什么?一下枪杀美洲豹 一下狂喷灭火器? 为什么礼乐奥运传个圣火 这么多灾多难啊? 原来是因为主办国巴西 正面临25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不仅花大钱办奥运为人诟病 连总统罗赛福也差点因为贪污下台 不满民众只要把怒火转向奥运圣火啦 翻开圣火血泪史 因为抗议而想要灭火的新闻屡见不鲜 1988年汉城奥运 灭火队向队伍投掷多达50枚燃烧弹 2000年的雪梨奥运 圣火火炬还差点被丢进海里 你以为这已经很夸张了吗? 那就不得不提荣登灭火危机第一名的 2008北京奥运啦 因为西藏人权争议 本来首次绕行五大洲 应该创下圣火传递记录的金奥圣火 这意外引发了全球性的灭火运动 所经各大城市共有上万人企图撲灭圣火 放在巴黎圣火就熄灭了五次 为了躲避攻击 圣火只好临时变更路线 免得再次被熄灭 也让北京奥运还没开幕 就刷新了圣火熄灭的世界纪录 不过国际奥会也不是省油的灯 除了火炬燃料和保护措施 使用的尖端科技 雪梨奥运所使用的特殊燃料 还让圣火在大宝礁海底顺利传递 为了征服世界最高的珠木狼马峰 北京更研发出能耐强风暴雨 和零下30度低温的不灭圣火 不过要克服人为的灭火危机 还是得靠事先准备的备用圣火啦 其实圣火最初的意义 除了宣告奥运开始 也带来和平的信息 现在圣火多船的命运 何时才能回归和平的本意呢 为您查破最新消息